各位微信闲逝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谈解 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就是天理 天理 在你我之间 都有风水的存在 在一阵你不信风水 风水也在你的身边 日积夜蕴的 影响到你家的健康和事业的顺利 曾经一位老人家七八十岁了 有一天到新博士 他坐过神经痛 背后痛脊椎痛 哭喔 哭得很难过 在新博士要求说晚上他住在那边 我说你家人呢 家人都没有来 他自己做公车到国姓 无归来 那我跟他看 我的普国挂 挂就是杨瑶洞 白虎 铁 洞 关鬼来克斯瑶 这表示他的房子 杨瑶就是房子住家 适用之外就是房子的后面 我就印证了我是好 明天早上我到你的家 到你的住家去看看 结果我到他家了 一大早我到他家了 他到家了 就要是这样的面向这里 他这里都是破铜烂铁 就背后 面向这样 所以破铜烂铁 影响到了背后脊椎 腰 脊椎 花了很多钱 我去看喔 跟他讲说 我遇上啊 你这个把那些清掉好不好 哦 他说不行啦 他那边可以卖耶 我是可以卖多少钱 他儿子要他这个卖 他也不听 那我跟他儿子说 叫他旁边 你爸爸趁着他不再 带他去台北玩 后面叫人家再清掉就好了 免得你每天在 他在为你爸爸去烦 每天早上去打针 下午也打针 说花了钱不计其数 真的卖不到五千块钱 所以那我知道了 所以他儿子呢 第二天就带他爸爸到苗栗 石头山去拜火去玩 然后呢 就把这叫人把后面全部清掉了 清掉了 他爸爸的回来 就渐渐渐的不痛 他也没有去看后面 那些破洞烂铁 被清除了 所以身体好了 来感恩说 哎呀老叔啊 你到我家里走一走 我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 感恩啊 你这风水 看了风水很厉害耶 笑一笑 老祖保佑啊 老祖保佑 所以我们家庭环境 不必要的东西 把它清除 家里会比较平安啊 祝福各位